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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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前的最後一堂課 放輕鬆 講一個小小的故事 有些人 稍微怪怪 怎麼怪怪 他想說他自己死 其實他是活人 他是活著人 可是他以為他死掉了 想說自己死了 就死過跟人家說 我已經死了 我已經死了 大家說 你整個去看精神科 就去看醫生 醫生也解釋說 其實死人不會這樣走 我這樣說話 但是他就是堅持說 我已經死了 我這沒有開玩笑 這不是笑話 這真的醫學上有這個案例 真的是 腦部的一部分壞掉 你就想說自己死了 但是經過血談一陣子之後 醫生跟病人達成一個共識 什麼樣的共識 就是說 他們兩個都同意 說人如果死掉以後 就要炒下去 炒下去 火不會流出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人死了為什麼 血流不出來 不是這樣 裡面的心臟 沒膨了 我們的老火是因為 我們的心臟 把血擠壓 有血壓再造出來 如果沒有血壓那時候 量不到血壓 就是火造不出來 你知道嗎 最後這醫生就真的拿一支 在他頭前 來 手拿來 枕頭這樣倒下去 火就流出來了 流出那時候應該照你講 我們的結論是什麼 你就換掉了 病人說 原來我換 應該是這樣說的 結果病人說 原來死人也會流火 變成這樣了 這個中間有一個邏輯性的弔詭 對不對 明明我的證據 都顯示在一個方向 但是同樣的證據 給病人去看的時候 它是另外一個推論 現在台灣人也是一樣的 我們把所有法理的證據 跟你說得很清楚的時候 結果有人往另外的方向做 那是很奇怪的事情 對不對 跟這個說另外一個 我是Artist 藝術家 以畫畫為生的畫家 我的職業是這個 我現在到現在還是 不是啦 我畫家偶爾教一點畫 以前我在美國上學 我就學藝術 但是那時候早期 早期多少 1980年那時候 我去美國留學 你就知道我女兒 1980年到美國留學 八幾年那時候 台灣出去留學 大部分都念理工科 比較多 念藝術的那是最近幾年 早期都沒有人去讀藝術 只有我一個 那個學校 很多台灣來的留學生 就早來問 理工科的人 聽說你讀藝術師 我說是 聽說藝術師 都要畫人體素描 你知道什麼叫人體素描嗎 衣服脫光光給你畫 對不對 那叫人體素描 他們都知道 問說 聽說你們要畫人體素描 我說是 你當時上課 我說這開始什麼關係 禮拜三下午兩點鐘 上人體素描課 上到五點 我說 這樣喔 好 知道 他就走了 我想說這人是要來探 對不對 禮拜三下午 果然開始上課 我坐位 剛才有模特兒在中間 教室門口就這樣 我在坐這裡 我就開始畫 所以我馬上可以看到門口 發現什麼事情 但是老師很小力 人體素描課都在窗戶上面 搭那個布紙海報 把它搭搭起來 不要讓人直接看 覺得有點尷尬 對不對 模特兒在裡面擺姿勢 人在走走走走看 美國人是不會這樣 但是 鄉鄉走走走看 這樣也不好 整個就封起來 封起來 封起來後 我就開始畫 差不多五點鐘後 我就看那個 布海報的 封在那裡 就給我揭開 揭開 揭開 我就知道 這就一定是台灣那頂同學 對吧 我們怎麼蓋得那麼快 奇怪 揭開就馬上蓋起來 再來又沒揭開 又一個揭開 馬上又蓋起來 你知道嗎 我們那天的模特兒是一個 兩百公斤兩百公分高的 美式足球員 壯漢 那男生是要來看 水雜母 做空空 看到這樣 哇 動不了快蓋起來 我敢說 他們這人人 怕到我的畫室 過程當中 一定好多的期待 對吧 哇 沒事了 今天要去看 那 同學都焦焦 整個台灣人去看 去看 沒想到看 揭開就是這樣 大家都揭一張 對吧 選都不會有 對吧 那台灣人也是這樣 過去我們對於整個選舉的期望 也很高 希望這個好選人 站起來之後 可以替台灣人民 還是替我們地方做什麼大事 對吧 結果竟然算起來 到最後都一樣 對不對 大家期望也高 失望也大 還繼續到 還失望 大家都不會選擇 很奇怪 講到這個 講到我的藝術家 來 來 給你看一個藝 這藝看 看有別的人 請揭手 說到揭手這件事 在我們民政院很常做的 為什麼 揭手的過程 表示你參與 participate 參與 互動 我們修正我們的內容 配合大家 有沒有 看我的請揭手 看不到揭手 看不到 請放下 大部分都看不懂 下一張 說到這個 這是1911年 剛才那張是191911年 有的 這呢 這看有沒有 看 都看不到 看不到 這張看不到 有一個 還有幾個人看不到 大家都看不到 跟一個人看不到 我跟他問看不到 請問 看不到 那些東西 來 還有誰看不到 跟一個 對嗎 我問你一件事 你看不到 但是我請問你 這裡面 揭飛機 揭鑽 是不是 其他人不要講 是不是 是在揭飛機還是鑽 是不是 你覺得是不是 畫飛機跟船 沒關係 不用給我們的互動 你同意它是畫飛機還是船嗎 還是有的人 先不管含意 我們只看到 你看的東西 含意的比較親 我們不要說 你看到什麼東西 有畫純飛機 沒有 我再問一下 畫男還是畫女 大家都知道 畫幾個人 五個人 還知道 這樣知道嗎 這樣大家都看得懂 大家都看得懂 我們有可能看不 我也看得懂 對不對 只是 我就說 還沒說到那麼親 含意是藝術系研究所 其他事情 我們現在是普通班 哪有可能 頭一堂課 你就看得懂 那邊 但是 我們台灣人看到 這個圖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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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907年 又要想韩语 不要这么亲 你是哲学家 我看 我刚闷了 她的脸跟脸都变成了 你可以去念艺术系 很像艺术史 还是艺术评分 你来去读 没有 这就是一个裸女 在上厕所 就是这么简单 没有错 她想得比较深 所以她一深入 就要聊就说 不是那么简单 不太简单 不错 但是這是1751年 這大家都看得有 很簡單 就是一個美女 裸女 作愛 至於什麼故事再說 看得有辦法 回到上一章 現在問題來了 這個怎麼看 雖然有很多人還是看不懂 就說怎麼欣賞 這美嗎 為什麼藝術家要畫這個 我們必須要講一個東西叫做立體化派 立體化派是什麼 這一罐水對不對 這樣看而已 這樣是不是也是水 這樣看也可以 你看我也是一樣 你看我跟那個大頭貼正前方 這也是我 對上面看也是我 對上面看也是我 所以立體化派就是說 我同樣一個面子 我對不一樣的角度來看一樣東西 把它放在一起 就變這個樣子 所以它跟美管沒有關係 跟觀點有關 跟不同的觀點看到東西 把它倒作會 OK 這樣看 立體化派就過了 好不容易我們比阿公阿嬤 比較往前走一步了 對吧 現在知道了嗎 我只是一個解碼器 讓你以後 你媽想豁然開始 原來如此 來 上一張 上一張 這樣你就知道了 剛才那個多觀點 可能十幾種觀點 但是這是幾個八個 所以就切得很細 你就真的看不見了 來 再回到那個下一張 三個圖連在一起 這樣可以看 這叫做單四點寫實話 單四點意思 我坐在這裡 圍的人不會搖 我動來動去 我看的東西會變了 對吧 你們現在不相信 你把眼睛遮一邊遮一邊 你看的東西就在刷來刷去 一左一眼一右一眼 那些東西都這樣 搖來搖去 對吧 知道嗎 我一下就爬到桌子上面去看東西 看同樣 看 這樣看 這樣看都不一樣 角度不一樣 對不對 大家知道了 觀點越來越多就越來越 怎麼樣 切碎 對吧 很多時候 根本就看不見 看什麼 對吧 但是不管這樣 每一個觀 每一幅畫裡面 它都有一個字叫做一致性 比如說我來畫寫實 我就從頭到尾都是一個觀點 我畫立體畫白 從頭到尾 我不會跳到寫實去 我只會用一種 這種立體畫白的觀點去看 對吧 我如果切得那麼細 我就用很細的方法來看 我不可能又加藍這個 那三個亂做會的話 下一張就出來了 那就怪了 對吧 是不是 一下又看到 腳一下又看到立體畫白 比較切 還比較沉 那叫什麼 Inconsistent 一幅畫裡面不會這樣創 那這樣創就變成什麼 拼貼 拼貼啦 我們現在文化的充斥的拼貼 那不是 怎麼叫拼貼法 我跟你說 你回去家裡電視打開 看到總統在在修台 回家剛才抬著來去 老婆飯菜傳來 頭往下一看 就吃了一口肉 再回過來看 屠殺的畫面 小朋友說 爸 你功課還沒做 就走在那裡 你是不是在短時間不到30秒裡面做 是不是很跳痛 是不是跳痛 外面又救護車 嗚嗚嗚嗚 對不對 你還想今天工作的事情 老闆說什麼 搞什麼現在還沒做 所以你整個人是活在 亂跳裡面 每天電視還換一個頻道 小孩子說 我要看卡通 我還跳那卡通 所以你在短時間 一直在處理這些亂七八糟 都亂象 現在就是拼貼文化 台南就是這樣飛去 那錢是不是看亂七八糟 都跳來跳去 都沒有一致性 我們最近一次什麼時候 都好好把一本書 對頭看到賣 我們都像被媒體影響 我們都片段 琐碎化了 以至於我們的時刻 都這樣 像拼貼一樣 染色 染色 沒有一個整體性 所以越古代的人 做事情越一致性 越現在的人 每天忙這個 手機又想 還在卡電話 還在說這個 很可憐 難得大家這樣坐在這邊 好好聽法理 讓你的頭腦清楚 頭腦清楚 所以我講 課也是講的 邏輯很清楚 對不對 一環扣一環 一環扣一環 來 我們走下一張 公主街 我就要講一個東西 叫做法則 法則 Law 這個Law不是法律上的法則 剛才我們看那個畫裡面 都有一個法則在貫穿 這個法則我現在要說的是 Nature Law 大自然的法則 我們只要活在這個大自然裡面 就有一個法則 什麼法則 比如說萬有引力 是大自然的法則 對不對 不管你走到哪裡 這大自然 只要物件跟物件之間 產生萬有引力 就要互相吸引 就是大自然的法則 你沒有辦法 在地球上有地心引力 這個也是你沒辦法 因為不管走到地球有什麼地方 就有地心引力 把它撞掉 不然你人家就撞掉 對不對 不然水就到天空上去 海就到天空上去 不會啊 就是大自然已經記得 你只要活在這個世界上 就要遵守這個世界上 這個大自然給你的法則 對吧 這大自然裡面有男有女 你別說沒有男沒有女 來處理事情 說我這法則就是放諸四海 接準的道理喔 很有趣喔 但是人是因為活在這大自然裡面 所以人的社會裡面 被定定的法律 就要考慮 不得不尊重這大自然的法則 人如果定的法律是against 沒有考慮到大自然法則的時候 會怎麼樣 強蹦 強蹦的話是大自然倒楣還是人倒楣 當然也是人倒楣 對不對 大自然是運作在宇宙中的道理 你要挑戰 結果是人自己衰嘛 好 那講到大自然法則 人的法律 你什麼法律的人都一定考慮到 有地心引力 所以你的工程上面施工法律 要考慮到這個 你的結構 就要有一個考慮到地心引力 你如果說社會法律 我就要考慮男女 還有生育的問題 我國家法律要定下來 我一定會考慮 我們這個人總要怎麼生育下去 你不能考慮不生育的事情 你可以隨便定說 大家都去上班 當時要生育 我們下一代到哪裡去 對不對 所以你人的法律 也要考慮到自然法則都去 人會繁衍 繁衍一定有男有女才可以繁衍 所以你要考慮有男有女這些事情 你還要考慮什麼 比如說你要寫商業法 你要考慮什麼 公平的觀念 公平的 很奇怪 所有世界上的人類 無關你是非洲 亞洲 非洲 歐洲 大家都有一樣的公平觀念 不然你世界的生意做不來而已 跟你的教育程度高低沒有關係 公平的觀念只要你是人 在心裡面就有一個公平的觀念 很奇怪 是不是很有趣 只要你是人 你就有公平的觀念 要有公平的觀念 你能按照全世界 大家講一通的語 同樣的語言來做交易 貿易 你不能跟人搬 你跟人搬 黑人他也知道你跟人搬 對不對 他一樣會生氣 你給他求他就不能收起 這個公平的觀念是不管人種 只要你是人 都share同樣的value 跟一樣的價值觀 這就是法則 但是在剛才講的法則裡面 畫裡面 只要一幅畫裡面 都要有一個字 叫做英文字 來 我會暫停 如果有人講話我就暫停 上課的時候請你專心在這邊 因為你一旦一講話 兩個人就沒辦法上課 旁邊的人也會受影響 等一下再講 來 那個字叫做 consistency 就一致性 什麼叫一致性 當然很奇怪 當然很奇怪 就不一致 怎麼你是男是女還是C 還是 對不對 就怪 一致性有很多概念 一致性這是一種一致性 還有那種速度上 你心跳 比如說你心跳一下兩百一下十幾 你有拼嗎 看醫生 沒人是這樣 一致性 OK 也就是說在一個刑事系統裡面 不遇含矛盾 你在法院裡面 說得簡單 在法院裡面就說這件事 互相 來 我上課不講話 下課再來討論 那現在也不用急著做筆記 沒關係 你聽就好 我慢慢跟你們講 你們慢慢聽 用聽的 我們用聽的來辯證 來 被打岔 在法院裡面 辯論雙方 比如說我告下課 雙方的律師只在做一件事 證明對方的邏輯是錯的 這樣而已 我只要找出你矛盾 邏輯矛盾你就輸掉了 那不是 因為法律 法律就是這樣 法律有一致性 你在法律裡面 法律的法則 證明對方不合邏輯 你就贏了 他就輸了 勝敗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去顧米國 就是要說這樣 你美國說 說什麼 Treaty 合約的位階 跟你美國憲法 憲法的位階 是一樣的 你知道這個意思嗎 Treaty的位階 在美國這憲法裡面寫下來 美國跟任何國家 訂立的Treaty 跟它的憲法 是等同那個位置 都要遵守 你明明有三番四 San Francisco Treaty 想說你美國不照這個去走 用一個台灣關係來 要給我們取代 要吃台灣人 你不一致嘛 你再顧 你就贏了 你知道嗎 今天在美國 美國 好在它是一個大國 我跟你說 你如果在村子裡面 要做老大 一定要做什麼 公平 你不公平怎麼當老大 當老大就是要公平 我不管對哪一個小的 有誰有紛爭 我要來處理 那就是照我 那些人照我做丟路 還是做老大 他說的話算 他說的話大家都服 因為他公平 所以一樣 美國也要做老大 美國現在是全世界老大 你如果要做老大 就要讓大家都服你 服你就是說 它的標準放諸四海皆準 你如果要說國際法 要說戰爭法 那是你說的 我們就照你說的東西 跟你要求你的行為 是這樣子 我們要照顧好 好幾乎是美國 你如果是中國 你不用製造這樣 美國又是一個 三權分立的國家 三權分立的國家 所以司法判決的結果 你立法 它的行政部門 就要去執行 就是這樣 還有怕我們的台灣民進府 你知道嗎 就是有這樣可靠的一個大國 我們才有那種trust 我們才有怕他被保護 OK 說到這個 我再說另外一個字 叫做integrity integrity是 以後我們民進府裡面 很多人技跟一技喔 你們自己要ready 不要在中文系統裡面思考 你在中文裡面 的系統思考你就會害了 我跟你說 你們去Google資料的時候 不要打中文了 改成英文 比如說我要研究日本 你打英文 Japan 來 整個這樣 就不要打中文 因為你知道中文的媒體 只要是媒體都是什麼 擋著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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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只為了講話 中文的媒體都被控制住 所以你如果在中文的世界 拍檢日本出來的新聞 都是馬日本的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 但是你打英文 Japan result totally different 完全不一樣 來 後面有誰還要進來 請儘快進來 之後門就關起來 因為我上課這樣會受影響 來 趕快儘快就坐 來 最後一位請把門關起來 我上課的時候就是 因為我很怕打擾 因為邏輯一環扣一環 你如果把我外刷 我就 我頭腦沒那麼好 來 Integrity就是完整性 你知道這個英文單字的 相反詞是什麼 一個人有 Integrity 相反詞是什麼 Dishonest 不誠實的意思 什麼叫做完整性 就是你表裡一字 我這個人說的 跟我實在 我心裡在想的 裡面跟外面是一樣 如果不是這樣 你這個人不誠實 英文這個字的相反詞 還有一個很壞的字 叫做Hypocrite 叫做偽善者 偽善者 你知道偽就虛偽的偽 善良的善 偽善者 Hypocrite 你如果去馬人這個 那很嚴重 我們現在就說美國 你這個人是Hypocrite 你美國人怎麼這樣 你明明給我討論 你為什麼叫東方美國 流氓政府來這裡幫我們管 為什麼叫我們去買武器 為什麼把我們的 年輕人送去做兵 為什麼我們後一台人 去講你的專門 為什麼 你為什麼改變我的語言 改變我的國籍 叫我拿你的 他們的假護照 為什麼 你都違法耶 違反戰爭法耶 你美國不是號稱 是世界民主強權嗎 你看ISIS 新成立的回教國 不是做了種族屠殺的事情嗎 你怎麼對台灣人怎麼這樣做 你一方面對中東地區嚴格 這麼高的標準規格去要求人家 不准種族屠殺 你對台灣人種族屠殺 你怎麼會去注意到 到今天有一次喔 你美國老早就知道我們國贏了 你就知道你在法院裡面 說台灣人在政治聯誼 為什麼你美國AIT到這段 還放這個中華 沒講的流氓政府 對我們的音樂 嚴格的實施不准講 閩南語課程沒了 台語的課程沒了 先不講台語 你連中文大量的增加它的課程的內容 照理來說 我們只能說兩個官方語 英文和日語 這才是符合我們的身份的語言 我們上一台北部那台都說 我們老白那台都是說一句的 日本人啊 為什麼你把我的語言解決 憑什麼 違反戰爭法呢 那叫詹詩我待會說多少 說就多少 好 現在不講太多 我繼續往前走 來 下一張 寫詞主義 到立體化拜 觀點改變 看到世界就變了 觀點不變 根本看不懂 所以我剛才那道給你看完 你的觀點改變 那道你就看不懂了 趕快嘛 你如果繼續用國民黨的觀點 來看我們民進府的法理 看不懂 因為他們沒說法理啊 我們法理看清楚 我們就一切都看清楚了 我們現在世界上的政治局勢 還是國內的政治亂象 你馬上看一清二楚 不會再去看報索嘛 因為你觀點才高一級的觀點 看他們看了一清二楚 每一天的時間裡面 所以我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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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你們的觀點 短時間裡面改變我們台灣人的觀點 不然你繼續繼續做掉 再做掉了 對不對 來 下一張 好 講到這 那簡單的圖 待會兒你在 我再補充其他資料的時候 你會越看越上色 更清楚 過去我們台灣人已經在這個島裡生了四萬年了 那一陣子本來是部落的形式跟外界沒有接觸 那一陣子航海技術沒那麼好嘛 幾多萬人在這裡 再來 大都王國裡面的部落 有的比較大的大都王國 再來西班牙荷蘭大清帝國殖民地一次 你是什麼人 你叫做資源的掠奪者 你知道嗎 那陣子我們是一個島 這大國開始有那個航海能力 就這次要找多少資源 所以西方國家的航海能力 技術比較先進 所以對西方的招來亞洲 要來掠奪資源 對吧 掠奪嘛 掠奪就是 我說得難聽 就是 雜伯對女生只有性的需求 不願意跟他結婚 了解嗎 滿足他的慾望嘛 不然要對你負責任嘛 你結婚的話我就要照顧你一輩子 那不是 但是他不要結婚啊 取他所要的啊 就是這樣跟你糟蹋 台灣人好像跟人家糟蹋 這些掠奪者過了大國的一輩子 侵略包括中國在那裡 我待會再講一點清楚 掠奪者一輩子之後 掠奪之間修台 他要買誰贏 最後是日本接手 大日本中國接手 一開始殖民地沒有錯啊 但是他做了一個動作 他要跟你結婚 要跟你揚一下 並做他的一部分 所以這1945年4月1號做什麼事情 這50年裡面他不斷的建設 包括改變你的語言 對於他愛努族 在北海道一樣的作法 到最後變成他的一部分 你就變成大國天皇的臣民 他對你有責任啊 對不對 因為他跟你結婚嘛 我用結婚來比喻啦 就你已經產生連結了 你跟他有關係的 不是那種殖民地的關係 殖民地我給你營料 要等到我沒有的 對不對 我不會替你建設 我不會建設台灣 我不會替你做地下水道 不會替你做都市計畫 不會替你去博物館 不會做這件事 對殖民地向你去博物館 待會你看越多 這叫做大日本帝國領土 永久性 英文叫做permanent 這叫做永久性 你一旦結婚就是永久性 現在離婚是因為人不願意遵守合約嘛 照你來說一旦結婚就是要跟你合作會嘛 一生一世在一起 這才是結婚 哪不然結婚沒中起來 你還留一個尾巴說可以離婚 女生被用完以後老了 沒有吸引力就給我彈掉 變成這樣了 這樣公平 不對嘛 所以婚約就是本身就是一個contract 是一輩子的contract 一輩子的合約嘛 這是永遠我們就變作改變了 有人說不是啊 我們現在就不是這樣啊 現在就不是說中文 想到頂管寫劉公主 抱歉喔 因為我們到日本帝國全白了 我們被美國打敗了嘛 美國打敗的時候 他覺得這日本這很強的喔 陷的就輸到日本去了 所以他現在要對 幾乎要打敗他的對手要做什麼 把這個完全給死嘛 對不對 所以他要做一件事情什麼 切開嘛 不要再給你合作費嘛 要把你原來的日本 台日本帝國的系統 給破壞掉嘛 使他不發生作用 所以他現在的王爭要方法 他自己沒有出手啊 他還中華民國這個流氓政府 連中國都沒有的流氓政府 帶來台灣 代替他占領 要占領就是從事破壞的工作 破壞以前的事情 過去的神社都被你破壞掉啊 街道給你改名啊 這都是一連串的 還不可以利用的資源 就給你接收 就是這樣啊 改他的基源啊 騙你啊 對你不負責任啊 對不對 以中國城來擺為核心來建設啊 存在都是偏遠地區啊 不是這樣 這就是對台灣人的方式嘛 方式嘛 你知道嗎 他們一次要用什麼 過去在台青帝國那時候 我們是他的殖民地 他沒有出力了 他就說 姓氏語言宗教 這幾天一次就好了 待會兒我告訴我清楚 我們的生都不是 那是外來界的 我們的議員也不是我們的議員 包括台義也不是台灣人 本來的議員 西亞的議員 宗教 我不用說 拜的神都那邊的神 不是我們在地家的 你到底是什麼 教育和媒體 這兩個給你管 現在時間到了 我們發力抓了 我們顧美国說 你怎麼可以對我這樣 你違反戰爭法 所以他這個系統就要走 我們就叫他走 發力抓了他就要走 沒辦法再騙了 對不對 有的人繼續台灣人 繼續相信他那裡 那叫做余孽 什麼叫余孽 你會知道以前大清帝國 來後面可不可以坐下來 然後門關起來 如果要處理事情的話 在外面處理 因為我上課這樣真的會被打擾 不好意思 好 待會再處理 上課就是上課 來 下課就是下課 中間有時間讓你們進出 因為我會分神 因為我的勢力很好 我看得很快 大家每個動作都看得到 我剛才說到哪裡 余孽 大清帝國站起來之後 他們余孽一下人 明朝 對不對 要反清復明 對不對 這知道嗎 不知道 知道嗎 過期都可以一去反清復明 那就是大明在台灣做自民地 那有一個人就相信一途 在新帝國之外 他就要反 日本來的 合法把你占掉之後 就一個人是反日復清 對不對 都應該有這個人 那這個人是什麼人 就是所謂的觀點不要變的人 對不對 你的系統已經換了啊 你還維持前一個系統之後 就出問題啊 叫做餘孽啊 對不對 你現在應該用的觀點 是這個觀點啊 下課還抓中古人那種觀點 他們要走 現在下課如果搬到 中古那個系統就是餘孽啊 我們現在是合法在台灣 應該用這種的 大部分的觀點才對 不可以說自那觀點啦 對不對 大家知道嗎 因為這個 待會兒要說的更深 就是台灣術 什麼叫台灣歷史 再往下走 下一個 系統轉換 Paradigm shift 系統在換來換去 過程當中 我們現在系統在換喔 我們一個交接期 你就要搞清楚自己是進入哪個系統 系統內部是對象是被統治的人民 在思想上是以特定史觀 掌控歷史解釋權 以為了維繫統治者的資格 你聽說嗎 制度上以史觀建構法律規範 這個系統外部 對象是其他系統 流亡中華民國系統 企圖在不屬於它的領土上 從事破壞 是為了建構對它自己有利的虛構系統 如何證明 因為一旦出了台灣 國際組織 國旗國號都不管用 出去就沒辦法 為什麼 你出去回頭外面就沒辦法 就證明這個系統有沒有問題 你如果還在它系統裡面 他說補助就不是這樣 廢話 你在這個系統裡面 你用它的報紙 不可能證明它違法 你除非脫離這個系統 所以我過去我以前出國留學一陣 我都要送去建坛上課 上什麼課 接受洗腦 就說你要出去 現在接觸到外面世界 危險 就是重新再加強你的思想訓練 教育 再讓你出國 結果出去都沒辦法 沒辦法 我一出去才知道世界有這麼大 才知道這個系統很難 我們就騙人 所以我們出國留學的人 沒幾個人要回來 要回來都說 在裡面有好空 對吧 不然你過去 你也是統治者的後代 你從這裡面拿到好處 台灣人出去就沒回來 就這樣 學生也在外面跟台圖 做這個 那就是看到這個系統有問題 下一張 Perception 再下一張 我現在時間加快 事件只有一個 事件只有一個 好啦 有的人說這樣 我說這樣 我們剛才說到一個 所謂的任何人瞎解歷史 你我都沒人瞎解歷史 為什麼 那不是大人物啊 誰可以寫歷史 統治者可以寫歷史 輪不到一般百姓寫歷史 對吧 你是誰 但是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我的觀點 男生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也有女生的觀點 對不對 北美的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觀點 北美也有白人的觀點 對吧 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不一定 誰決定 強者決定 你如果跟強勢的觀點衝突的話 是誰倒楣 弱勢的倒楣 美國的印第安人 如果堅持他是印第安人觀點的話 最會被消滅 我再講一個更直接的 男生跟女生結婚 你是不是在結婚之前是單身 都住在你們家 你結婚後 是不是把你家裡面 從小長大大的觀點 帶到婚姻裡面 前一天吃飯就出飯了 先生說 是不吃飯的 他才會說 不行 我們家都是大家坐到位以後 一起開動 他才會說 沒有啦 我們家做生理怎麼有材料這樣 我們都是誰煮了菜 誰先來先吃吃了就走了 那就可以吵架了 不可以吵架了 不用吵架了 就可以吵架了 對不對 因為他不同觀點 進入婚姻裡面 必強迫要一起生活的時候 就產生強蹦 強蹦的時候誰贏誰輸 不要講強弱 誰愛誰多誰就讓 對不對 誰愛誰多我就讓步 這樣了解嗎 這樣比較合理 如果不願意讓步什麼 離婚收藏 結束了 所以這中間有一個磨合期 觀點最後一定是只有一個觀點 堅持下去 誰 強者 婚姻另外沒有所謂的強者 就是誰愛誰多 誰被愛得多就是強者 哎呀 沒出名 所以觀點很重要 跟你們說 大家好 我們都要睡覺 看條文我在說什麼 史觀很重要 觀點會影響我們的立場 立場會左右我們的選擇 選擇之後會產生行為的改變 我們的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好 再念一次 史觀很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之後產生行為 行為決定命運 老師的歷史在人家 沒有 錯 史觀就決定你很多事情 不要小看這句話 下一張 不好意思 我們說到這個 過去的這種受到教育 都是中華民國流亡史觀 他們這個史觀下甩是有目的的 他幫你編一個故事 我們後來證明他錯 為什麼 我們跟世界上的歷史接軌 你就接不下去了 你的觀點走不出去 離不開台灣 他的觀點後面是個動機 什麼動機 我分作三類 中華民國流亡史 It is always tended by sin, motives and self-interest sin 就是罪 人的罪 他過去犯了罪 比如說幾乎 一個資納人的教授 就說幾乎 一個資納人的教授 幾乎人不算什麼 門可不可以鎖上 我真的是被打擾太多次了 門把他整個鎖起來 不要這時候 你要處理出去外面處理 在我教室裡面不要處理 就是上課而已 做雜事的話 都有其他時間可以做 除非很重要 要回宜蘭 有沒有處理完 就那女生有在這邊嗎 我之後還會碰到什麼尋人啟事嗎 不會了吧 就到這裡為止 好不好 如果要找人 我們問他送給他 這邊是教室 上課我也沒有裝 除非是Emergency 很實在很嚴重的事情 要不然我們的邏輯是一環扣一環 你聽我講就是這樣的 他都說40多人不算什麼 為什麼 這樣對 他說幾乎對不對 當然不對啊 那是台灣人 那共產黨是我們的 我們的前輩 他說什麼 他是站在自那的人立場說的 在自那這個國家裡面 人不 是萬民如草戒 那炒了而已 我們要擲第二天又生出來 對不對 你知道他們的 你的觀念嗎 寧可挫殺一萬 不要放走一個人 台灣是寧可放走好多個 不要挫殺一個人 那是對人的尊重跟觀點 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知道嗎 台灣人本來就沒多多 怎麼夠你這樣殺 你中國人多啊 不把人當人啊 所以在台灣 以前日本有做什麼 富國普查系統 跟日本都一樣 中國是沒有載到做富國普查 那些人是要做富國普查 不知道有幾個人生 也不知道有幾個人死 是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也死沒有人敗 那中國那種文化就是這樣 那種文化來看你啊 但是我們的女人受到她的教育 相信說 日白台那些人不算什麼 那時候怎麼辦 我們的女人受到教育 就變成中國人的觀點 來回來看我們的北部共台 不算什麼呢 你知道這觀點很重要嗎 就是這樣子呢 所以二八他就把你顛覆啊 放假啊 很開心喔 你現在跟小朋友 明天二八放假 你要去哪裡玩 要看什麼電影 本來是一個悲慘的日子 只要搞不好 變成慶祝的日子 那不是很奇怪 不要說那麼重量的事情 我們看電影 去吃 去派對 去卡拉OK 他就顛覆掉你的觀點 這就是他們在做的事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設計 要把你設計 開羅圈的 應該是開羅圈的 你不要說 真的跟這些土地有關的 跟你們兩個 下關條約跟什麼 馬關條約跟什麼 跟究竟一張合約 跟台灣這個土地主管有關的 跟這些人 你就不要說 自己竟然要說宣言 宣言就是Declaration 宣稱 宣稱哪裡要做土地交易 我說宣稱在101是我的 你宣稱就101并利的 開玩笑 土地所有權狀是怎麼交易的 很簡單嘛 這土地下人很清楚 你說的都不好 最後決定台灣地位 那就是究竟一張合約 這樣就好了 還有一個self-interest 為他自身利益 要給你購錢 現在阿公要打台灣 我們就要趕去買武器 把美國買武器 這就是一個假的 錯的議題 讓台灣人甘心樂意 把錢挑出來去買武器 他要給你吃錢 真的保護台灣不是這段人 這裏保護台灣 是第七艦隊 美軍才有在製造去保護台灣 憑台灣這段 劉安難民的軍隊 很拼 來 所以什麼 史冠非常重要 觀點影響立昌 立昌左右選擇 選擇財運行為 行為決定名譽 下一個 下一張 這就是這樣 中國的史冠 你見到中國政府就在說什麼 自古以來台灣是他 好好笑 自古以來你中國是非洲人的 自古以來你是蒙古人 對吧 如果要說歷史 說到久了 不要說這幾年 照你喜歡的去講歷史 哪有關的事情 我比較慘的是這個流亡史冠 他想說 他的宣言高過條約 那就是中華民國流亡史冠 流亡史冠是連中國都沒有的 冠軍 來台灣的 你再用這種觀點去看 世界是什麼史冠 國際共同接受的觀點 就是按照國際法解決問題 有關於國際間領土的糾紛 是這樣解決的 全世界都一樣的態度 只有你這個落後國家 沒有用這個 下一張 所以我今天要做什麼 幫助台灣人 從資納系統裡面走出來 你們現在在那個系統裡面 這幾天就是要幫助你在頭腦上 從這個系統裡面走出來 你們都有聽過那個什麼 那叫什麼 瑞典那個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有沒有 有講師講到這個嗎 有嗎 但是他沒有講怎麼解決 有沒有 他們 他講師沒有講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沒有喔 那我補裝一個小故事 有一個概念 叫做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這個症候群是什麼 過去 你知道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在哪裡 瑞典首都 發生一件事情 這才最近的事 而且銀行發生搶案 很多人質被抓在裡面 結果就這樣 維持差不多一個禮拜 警方跟甲齒人員 被搶犯在僵持不下 後來總算警察攻進去了 把那些犯人抓走 這人就放出來了 人質就放出來 結果後來檢察官就回來說 你們誰要出來作證 說那時候你怎麼抓 結果很奇怪 所有被抓去的人質 大家都沒有一個人要出來作證 作證說過期去被壓迫 很奇怪 所以瑞典那時候 醫學界就發覺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你明明被抓被綁匪綁架 但是要叫你出庭作證 說他不對的時候 他沒有被恐嚇喔 他就不願意 就更奇怪的是 他們好像 好像有些人來愛上這個綁匪 那很奇怪 但是不奇怪這是一個症狀 這些人喔 我跟你講發生什麼事啦 在那段時間裡面 綁匪讓他們對外不能接觸 第二個 配給食物跟家親 你不要忘記了 像是在幫酒 像是在幫酒 他決定 所以在那段時間裡面 他已經形成裡面一個系統 所以他給某些人 比如說我看你比較順眼 我給你水多 給他餅乾多 他就要玩這個喔 反正不要這些人 就覺得喔 你吃給我恩惠耶 他給我餅乾比隔壁那多一個 就在這段時間裡面 這一定人 第一個跟外面沒有接觸 第二個被裡面操弄 還不要一併呢 愛上這個綁匪 綁匪又跟他講他的故事 我這樣做是夠不中的 宿諸以情 小之以利 這就是台灣人嘛 你明明被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綁票嘛 但是他就在裡面分配利益 重新給你分配 結果你愛上中華民國國民黨 這流亡政府 他有好康的耶 幫助他去整其他的人 這就是台灣人啊 這就是斯德哥爾摩症荷群 你說所有裡面 這變成醫學上很重要的一個名詞耶 怎麼讓這一群人 在裡面撐出來 最後願意到法院上作證 透過什麼方法 我說給他fax 事實 首先給他那幾天的報紙 我來補充一下資料 那幾天發生什麼事情 警方跟繁匪之間的對話是什麼 必須要把他拉出來 我去外面看一下 他再看一眼說 過去那幾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台灣人也是一樣 我要幫你走出來要怎麼樣 把你把那段時間歷史補上嘛 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台灣事務 秘書長寫的本書裡面 把那段時間的解碼 為機密 機密檔案解碼給你們看 如果不解碼你就沒有了 你沒有了 補不回去那段歷史 隨在人家說了 就是有一些事實 那時候電文照出來給你看 原來這樣 被人擠掉了 我們早上就怕了 頭白了 台灣人才會切起來 你知道嗎 但是現在台灣人還 即使就跟神經病人 想說他自己試一樣 就算資料給你 他也是往另外一方向想 所以我要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 教你怎麼樣用科學方法 分析你所看到的資料 下一張 這是什麼 這有四張圖 哪一張看得比較清楚 左上角這一張 有人擠不對 右上角不對 怎麼看得比較清楚 這叫透飾 哪一張的透飾看得最清楚 我可能沒有講清楚 透飾 對嗎 透飾的意思就是 你也有看到景深 比較深的 比較滑 怎麼樣可以看透飾 就是越靠近你的越大 越離你越遠越小 中間在中間 你透飾再看得比較清楚 你畫透飾圖 這些意思 才有3D的感覺 但是你如果3D一樣大的時候 誰在前 誰在後 你怎麼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它跟你一樣大 這個也是 它可以特定地方變大 前面怎麼那麼小 後面怎麼這樣子 其他的圖都不合理 人會飛去 為什麼 disoriented 你沒辦法判斷 這個東西是景深往哪裡走 只有把該大的地方大 該小的地方小 你的景深才看得出來 過去它歷史就是給人扭曲 三個一樣大 要不特定的講 中華民國的歷史 台灣歷史明明有4萬年 偏偏跟人家說的 真的人家說在台灣 偏偏跟人家說 中華民國的歷史 你怎麼課本的現貴你就知道 大部分那是中國史 講的是中文 日本時代都沒講 點一個而已 也不講他們好就講壞的 對不對 就是給你扭曲歷史 它特定的操作歷史 讓你看歷史看不清楚 歷史的透視你看不清楚 對台灣的定位就搞不清楚 下一張 說到這個 我再講一個故事 今天不知道時間有夠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德國他們有一個俘虜營 戰俘營 戰俘營裡面關什麼 德國戰俘營關什麼人 戰犯是什麼戰犯 就是盟軍的盟軍的 美國人有英國人 法國人 對不對 那關係裡面 結果他們在戰俘營裡面 都射鋼營 鋼營就是衛兵站在旁邊 不讓人家走出來 是不是 怕說戰俘走去 錯了 他是怕 在德國情況不一樣 為什麼德國 為了要遵守日內瓦戰俘協定 因為在戰俘營裡面 每天都有山山可以吃 叫什麼給他吃 不是還有點心 他就是要做樣板給人家看 但是那時候 戰爭到末期的時候 德國裡面物資都不夠 所以變成怎麼樣 德國人很想要去裡面工作 拿一些東西出來 叫人家人家 所以那些 外面站的外面是怕 說德國人去裡面 頭帶的東西出來 你知道嗎 這個情況不太一樣 跟你們想像不一樣 所以每個衛兵就站在門口 帶的人每一個 在裡面工作的德國人 帶子打開 開開 看看 好 下一個 帶子打開 好 下一個 好 下一個 裡面剛才有一個 在裡面工作的德國人 跟外面的衛兵 主席人的好朋友 所以那個衛兵就問 這個人什麼看 我算不知道 主席人就要淘汰的東西 哪有可能 你經過經過我 我給你檢查都沒有東西 哪有可能 你帶子都空的 這很怪 這稍微怪怪 你告訴我什麼 那個人說 你不行 你不行跟人家說 我就跟你說 我們是好朋友 好 我不要說 你告訴我什麼 我到底就是帶子 我偷的就是帶子 你們現在不要用塑膠袋去想 塑膠袋不值錢 過去帶子是什麼 只是帆布袋 帆布袋一腳多少 現在買給我兩千塊三千塊 你每天淘汰的袋子 一腳下來十萬塊 十萬塊 十萬塊再去買食物 不會啊 不會啊 現在知道嗎 他偷的就是袋子 為什麼可以偷袋子 因為你檢查袋子裡面的東西 袋子是不是你沒有管 他說袋子打開看 沒有就漏掉了 為什麼他不會去檢查袋子 因為長官設定好啊 長官叫你去檢查袋子裡的東西啊 沒有叫你檢查袋子啊 所以你的議題被人家設定了啦 知道嗎 你關心的議題被人家設定啦 現在說收稅案 你就急到關心收稅案 國際縣市發生什麼事都不知道嘛 不是 叫你說三綠基哪有三綠基哪 叫洪仲丘的洪仲丘 來六郎啊 去用設定議題去啦 真的跟台灣這些地位最有關 你看不到啦 對不對 你的議題被人設定掉嘛 這就說這個啊 所以我現在說這個 我回來再說一下 當我們看到很多的data進來的時候 怎麼分辨 我跟你講 跳下來的 A級證據 B級 C級 D級 按照可信度排位階 D級證據是什麼叫科學證據 接近客觀 因為下面的話就是什麼歷史寫敘述 那個篇主觀 主觀就是在人下啦 外觀點帶到裡面 因為下面 推論假說那個國家不用說 你如果說偽造的歷史 那個國家不用說 偽造的根本就假的都不用說 我現在也說真的事情在法院裡面 你要分類嘛 第一類是什麼 比如說基本的邏輯推理 說進化論什麼 進化論有沒有這個 為什麼叫論就不是真理嘛 進化論為什麼不合理 為什麼 中間missing point 它只有點點點 中間連不上線 有人把它連起來 以為是這樣子 新化論的最大弱點 第二個物理性質 炭十四半摘期 有人說我們到後面 挖到一個木乃伊 這差不多五萬年 現在公共的 現在有一個科學方法 就是用 碳同位素 十四半摘期 來測這個有機物體 無機的再挖就測 有機物體再測 就知道時間 它的準確度只有在五萬年裡面準確 所以木乃伊都有這種 人類五萬年前 還有一個氧化 比如說我們這個後面老早 這個土地的人民老早就使用鐵器 你就把鐵器的東西搖出來 過去考古是這樣 但是你有看到氧化程度 什麼時候開始煉鐵 什麼時候做成鐵器 就知道歷史 不然就編了 再來DNA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之後我會講 你會講越多 再來第二集叫做歷史文獻 歷史文獻講 比如說就這家合約 四十幾個國家 四十九個簽字的東西 比你一個國家下的東西 比較有準確度 對不對 沒錯吧 所以文字記載 那是每一個國家 下自己國家的歷史 但是你簽證到條約的時候 四十幾個國家 不同的觀點 那幾百 大家都同意一件事 就把它簽下去 對不對 對不對 那簽證到他要求證的那個多樣性 可靠性的相對就到B級去 C級就是你各個中國公安自古以來 那就是自己的主觀 如果編故事還會下去 推論假說是還未經證實的事情 那你怎麼看 ABCD 來下一張 Historical document 就是歷史文獻 下一張 Archive 是另外一種文字記載 下一張 說到這個 A級政績照出來 你有看過這個 看過牆手 沒有看過牆手 沒有看過牆手 我只是讓你們醒過來而已 請給他而已 這個國家第一雜誌 國家第一雜誌 你喜歡Geography 他算有錢 所以他最近有一個叫Dr. Spencer 計畫主持人 他做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你的研究很快 所以你的Q-tips就是 Q-tips是什麼 棉花棒 在口腔裡面要掛一下 拿出來 到實驗室不用幾天 他就把你的DNA都抽出來 染色體抽出來之後 把DNA 兩公尺長的DNA就抽出來 裡面有幾億對的染色體 電腦都把你分出來 這就是現在的技術 跟你們講 update一下你們不知道的事情 人在繁衍 人在生肚子 你在生你們家的孩子的時候 現在也很簡單 用DNA就證明這是不是你們兒子 不用教你們老婆有沒有出軌 老公有沒有出軌 驗就好了 DNA最準 DNA就是這樣 你知道這樣看嗎 你在傳宗接代的時候 會做一件事情 叫做軟色體位複製 duplicate 複製過仍然會產生誤差 這個誤差的話 所有從你這邊生出去的小孩子 都有同樣的誤差的記號 OK 它不會不見 然後這個誤差的話 又傳到下一代 所以可以追的 複製過程會產生誤差 不會完全一模一樣 這誤差就一直傳 一代又一代又一代 如果這一代又變成一個誤差 再傳下去 你就可以追 所以根據這個追你的祖宗是誰 結果 《國家地理雜誌》做了70萬個樣本 70萬很大的 比如做科學人家 70萬樣本工具很大的 它就把全世界人類的千禧圖 Migration Map畫出來了 千禧圖就是人們對著來 去哪裡 結果 所有的世界上人類對著來 看這個圖看有沒有 看得到嗎 這張圖你知道人從哪裡來嗎 但今天活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類 沒有一個例外 都從一個地方來 什麼地方來 你看 對 你看 這獨得多的都飛舟 這時間點是什麼 6萬年前 有人說徐老師 應該有一個同性 我跟你講一下 北京有什麼山林洞人 什麼人 我說錯了 那群人的DNA到今天都不見了 老早的消失掉了 現在全世界只有一個源頭而已 就是非洲 某某黑人 那邊身上出來 包括白人 什麼人 都是同一個源頭 都從非洲來 6萬年前 村的你覺得 考古搖到那個人 都消失了 他沒有後 沒兒子沒孫了 老早就沒了 所以全世界的人種 只會從一個地方出來 現今 現在的人 所有的人 對這裡來 有人說徐老師 你說的有點遠 我從哪裡來 我比較在乎 我從哪裡來 你就這樣看 這條線 藍色的線 上面寫一個M174 你看到嗎 我畫了你看 經過南葉門 到印度的南部 還照到馬來半島 印尼爪娃 和台灣 和日本 這三萬幾年 再來朝鮮半島的北部 再來 一區所謂的中原地區 所謂的中原地區 所謂的中原地區 裡面有多少人 你看 因為有歐洲一次 歐洲是這樣 飛洲站起來 還有一次 有有蒙古下來的 有新疆西藏這裡 有南部站起來的 所以這個土地 現在在兩萬多年前的時候 一大堆人種造在裡面 土地大人 人多 所以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中國人是雜種嘛 對不對 大雜種嘛 你們大家好 我看那麼多箭頭 都往裡面指 不是大雜種是什麼 這些人住在同一個地方 住了上萬年 不是雜種 都染得差不多了 對吧 所以誰是雜種 韓國人說 他是中國人的祖先 是不是 對呀 韓國人就是中國人的職人 但是日本人是韓國人的祖先 台灣人是日本人的祖先 我們印度人是從這裡來的 飛洲人是我們的祖先 可以看嗎 這是科學證據 沒辦法說 台灣人 你如果去拜中國人 是你的祖先 你就不會祖了 你如果去拜中國人 做你的祖先 他是你剛才出來 他們數典旺子是中國人 我們是你的祖先 這是科學證據 不是你姓蔡公公的 我現在講A級科學證據 圖都畫出來了 這不知道 你姓蔡公公的 你已經想辦法編歷史 要跟你騙了 人種不是從你中國來 你反而是所有人種 最後結束的點 你是很悲哩的 你知道嗎 台灣人 如果去拜中國人 是祖先 台灣人是不會做 因為我們人 已經在這裡生了四萬年了 跟外界沒有接觸 因為以前航海技術沒那麼好 都在這桌裡面 所以我們五三座 人們在這裡很高興 你裡面的火 相對上非常純 非常古老的血液在裡面 所以這個Dr. Spencer 這個科學家講了一句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歷史故事 記載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不知到你用人的手去騙 火裡面 去那裡找就好了 你現在你做的只有這句 他沒有載到全世界 我現在把全世界的圖畫給你看 在這裡 來 下一張 這就是時間圖 六萬年 五萬 四萬 三萬 兩萬 一萬 這也不是我做的 國家第一雜誌做的 這人六萬年前到這裡出的 我們這裡差不多五萬 四萬年到台灣 對不對 還在那裡 這樣看不見 你知道嗎 人類的遷徙圖 所以中國人對哪裡 對韓國去 韓國人對日本去 日本人對台灣這麼去 所以我們跟日本人很像 正常 你的人對我這麼去 你當然像你的祖先 正常 中國人是大雜種 什麼人都走到裡面去念的 他哪有可能是祖先 不可能 了解 來 下一張 有這個耶級的證據 下一張 那個台生不在 幫我按下一張 謝謝 OK 你叫什麼名字 我在星期五碰到你 你就叫星期五 你知道這什麼東西 我在拜五 剛才你就叫拜五 這是白人對這個說的 你知道這個故事嗎 你知道這是什麼故事嗎 你知道魯冰孫漂流記嗎 誰有唸過魯冰孫漂流記 有嗎 沒有唸過舉手 我就講故事 有唸過魯冰孫漂流記嗎 沒有的請給我手 不然我來補故事 來來來 1719年 你如果說沒有 我才有機會說到故事了 1719年有個小說 像說一個白人 坐著坐到一個地方 大風雨來 鑽就打了 沉下去 沉下去人就走在島上 就把村的東西 在樹上蓋了一個樹屋 住了差不多幾個禮拜後 當地的土住就走來找牠 找到牠看著牠說 那是什麼人 不然這樣啦 你整個我拜五封到你 你就叫拜五 是不是很好笑 你知道好笑在哪裡嗎 好笑在哪裡 應該是黑人替白人託名 哪是黑人替白人託名 倒過來了吧 是你早來我的地方 我在這裡已經很久了 北美印第安人是不是叫印第安人 怎麼會叫印第安人 不對嘛 是白人叫印第安人 他才叫印第安人 本來沒有名字 那不是 你在一個地方住很久 不跟外界接觸 你怎麼會有名字 名字是開始 你跟人家接觸之後 你怎麼有名字嘛 台灣本地的名字 母親的名字怎麼叫台灣 不是嘛 有人說福爾摩山 不是嘛 福爾摩山是葡萄牙人 來跟台灣說美麗的島 叫福爾摩山 進行沒有名字嘛 我們一個島裡面生團四萬年 沒有人跟外界接觸 我們想辦法替自己取名字 印第安人不叫印第安人 那是白人比較好的 哥倫布發現新東亞路很拼 老早就有人住在上面 所以台灣本地沒有名字 你叫什麼青菜里 我們現在開始要跟外界接觸 會互動我們自己替自己選名字 不是人家替我們決定名字 我覺得福爾摩山不錯 比台灣好啊 台灣 因為台灣這個字 比台灣人叫台灣Nese 台灣Nese跟Vitamese Chinese都 都一樣那個意思嘛 沒有聽 我覺得佛摩山 佛摩山 山 對吧 德國叫German French French American 怎麼用這種尾音 那尾音都看得好聽 Australian 對吧 怎麼用這種 習慣呢 Chinese Vitamese 韓國人都知道叫Korean 對吧 我們也叫佛摩山 那不是 現在啦 不是重點 OK 下一個 OK 毛利人來台東尋 跟發現傳家寶 毛利人有一 中央設計的台東縣店 毛利人私生參觀的時候 發覺每個女學生都配戴玉器項鍊 身上也戴著玉器 他們的玉器跟貝南遺址 玉器相同 那你就怕一下 怎麼玉器相同 很簡單 你的人對我們這裡去的 我們團統團去離開去 毛利人紐西蘭的原住民屬於南島玻璃米亞人 考古學家跟歷史學家認為他們是從庫克全討 跟波西尼亞地區的來源 甚至科學家發現毛利人跟台灣的原住民 是很接近的 不用很接近 我剛才已經 這是過去的資料 現在最新的資料就是整個圖畫出來 你的人就是從這裡去的 這樣會看了嗎 所以這個大架構 歷史的大架構已經畫出來了 剩下我跟你講 考古跟那個人類學家一半的書 可以丟到火裡面燒掉了 這燒掉了 因為過去都是推論假說 現在大架構揣 你every puzzle fit into the big picture 所有的小的 puzzle 小片的 現在倒一排 因為架構出來了 下一張 以前台灣叫什麼 來 下一張 台灣是最近才叫的 這你知道嗎 我們的官網上面有寫 1920年 我這真的有三年前就拿出來 來 Fomosa beautiful 怎麼有說台灣 沒有 這以前紐約 美麗到洪炸台灣的時候 Tons of explosive for Fomosa 怎麼有寫台灣 沒有 Fomosa 成盾的炸藥炸在Fomosa島上面 這是紐約報紙上面的照片 1920年 來 下一張 1940年 這三番之口條約 另外叫什麼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mosa and the Pescadores Pescadores就澎湖 Fomosa台灣 來 我們Fomosa嘛 來 下一張 好 講到這個我們再說一個故事 我們大間 我們成長的過程當中 你當出生 你什麼時候知道自己的存在 你當時開始知道 我有這個人存在 是透過什麼方法知道你自己存在 透過媽媽 我剛出生第一個事情就要吃東西 會哭 媽媽給你笑 最親密的就是媽媽 沒錯 再來爸爸給你扔 再來兄弟姐妹給你扔 你就慢慢建構你自己的存在 我很重要 這些人會照顧我 慢慢你就有存在感 存在感 照顧得好的話 這個小孩子就存在感很強 存在感很強的人就很有什麼 知信心 對嗎 舊主心 舊主心的 你如果大人要怎麼辦 舊學習力 學習力比較強 學習力強的小孩子也必須 舊競爭力 對不對 所以過去那村裡面 那個望族 阿小孩子站起來都會想 舊存在感 怕到哪裡大家都會重視 對不對 那就是舊在感 相對 如果你出席的時候 肩膀咬好 咬一下嘴巴 你怎麼不怕就 這是什麼狀況啊 小孩子在慢慢行 他存在感的時候被虐待 我說到這個 我過去在育幼院裡面幫助那些小朋友 我就辦很多活動 帶很多吃的進去 幫他們弄完了之後 總是有一兩個小朋友躲在肚子上不在抓 我想說這個奇怪 繼續吃東西 出來玩遊戲 賣賣賣賣賣 不要你知道他在那邊 這種就是存在感很低的小孩子 後來老師也證明說這就是受虐兒 從小的時候去讓靈體到大陸 就沒有存在感 要躲在桌子上 不要讓你知道他在那裡 受虐兒 你知道 台灣人都受虐兒 為什麼 我是台灣人 嘴 順便給他 我是台灣人 嘴 順便給他 不然給他發錢 有可能嗎 所以現在民眾一開始看的 台灣都是受虐兒的傾向 我們在形成我們的存在感的同時 去用否定嗎 也不是 你說我是台灣人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要建構台灣人的存在感 為什麼去用否定 不光是被否定 還被什麼 還被套另外一個名字上去 說你是中國人 過期的台灣就是這樣 很可能 沒辦法 我是台灣人 說台灣的人 我告訴你 你們這一代可能不知道 以前連台灣兩個字都不可以用 你才說中華民國 不可以說台灣 你用領地的那些程度 你如果再做更久的都知道 以前小的都發錢 你說台語就發錢 你如果說你台灣人的海 公司好像要去上班 機會就比人家超過很多 就是這樣 我們秘書這樣是自己選擇的嗎 自己選的嗎 不是啊 為什麼 我們戰敗嘛 我們戰敗嘛 戰敗叫領地 走今天 結果台灣人不知道 人家自己這樣發 鬼境館 自己透明 那什麼叫鬼境館 台灣人會說他是中國人 說我是台灣人 我不是中國人 那叫鬼附身的人在說出來 想說鬼附身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是不是鬼政權 是不是 為什麼是 因為這個政權已經死掉了 已經死掉了 不是鬼附身 死掉已經離開他本來的身體 是不是死掉了 他的身體在中國南京 還不是 他離幾個地方來台灣 台灣不是他的地方 他是不是鬼政權 是啊 鬼政權做鬼事情 是怎麼樣 附在人的身上 附在台灣 台灣剛才又戰敗 人家又叫他來 他就必須把他的系統套在你身上 我講一個故事 以前在聖經裡面有一個叫格拉森 這個地方 格拉森是一個天然的石灰岩洞 我最近都很喜歡石灰岩洞 石灰岩洞就是 水滴滴滴到久了 一天一天一刻一刻 對不對 這個地方叫格拉森 這個地方很多一刻一刻的地方 所以人家想說 這很好用耶 拜託冬場不用做耶 人死後補包包包在裡面就好了 所以九二九是這個地區 變成很有名的坟廠 坟廠 坟廠如果大人死人就坐到 死人要坐什麼 什麼東西坐 母親坐到 母親坐到 母親坐到鬼附身的事情出來 所以在村子裡面有一個人 叫鬼附身 整天不穿什麼 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村子裡面說 這很麻煩 整個用鐵在那裡拔拔起來 關起來就好了 結果不想說 他很有力的 說創的鐵 還走回去 墳場裡面走來走去 這時候耶穌來了 亞蘇來了 就衝過來 哇 永生上帝的兒子 我時間不夠 你現在就來為什麼 是要叫我現在就下地獄 亞蘇沒有跟他講話 說你叫什麼名 這人坐在那裡 自己說不出來 是鬼說什麼 我的名字叫做群 一群一群 因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所以鬼替他回答他的名字 他講不出自己 他叫做條的 鬼替他回答 亞蘇說 你對這人的辛苦找 這間鬼就跑出來了 附在旁邊剛好有一群豬 差不多兩千頭 附在兩千頭豬上 豬都衝到海裡面淹死 這人鬼走之後他就穿起來 穿起來就把三千都回來 就知道自己的叫什麼 台灣人也是一樣 被鬼附身嘛 所以自己的名字說不出來 鬼聽你回來說你叫中國人 就鬼啊 但是真理出來 現在真理出來 真理出來這鬼就要走 所以法律就是真理 法律出來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就要走 但是現在還有一人人 海星人不要給鬼走 是什麼人 什麼人不要給鬼走 冬季嘛 對不對 冬季是靠鬼附身在賺錢的 什麼是冬季 怎麼是麻煙酒 他們就是鬼 現在是台灣 中華民國裡面的 本土政館 就是冬季嘛 以前靠這個中國鬼在賺錢的 民進洞嘛 民進洞是不是 冬季啊 台灣人冬季啊 這人就是冬季啊 靠國民黨的存在 來賺錢的 靠國民黨的存在 投票選舉 賺錢的就是這人 現在法律出來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就要走 海星也不要讓他走 繼續消選機的就是這人 不要讓台灣人 頭髮起來就是冬季啊 那不是 真可惡的這人 他們還參與 這個過期這個 把我們這條黑暗勢力 還在裡面 用台灣人的名字給你騙 法律出來就要叫他們走啊 你裡面 這個人 不好意思我現在有網路有講 在裡面台灣人都要撐起來 都要走出來 我們現在台灣軍要出發了 法律起來 你就要回到我們裡面 過期你做什麼 現在沒有要來玩笑 要回到 快加入我們台灣隊 要出發了 不然你抵不住 再下一個繼續講 來再往下面走 這就是鬼附身 來 來下一張 被抓到賊窩的王子 發現自己的生日身份以後 好了 你現在知道 既然抓走了 現在頭髮回來 下一步要做什麼 好了 現在法律知道 再來要怎麼樣 台灣人你知道法律 你知道現在自己身份是什麼嗎 我剛才給你證明你的血統 對不對 你的黑洞就是M174的後代 你清楚了 你不是中國人 不要去拜中國人 那也不是你祖先 我們是他們的祖先 你不要拜祖 這個已經很清楚 科學證據給你 第二 你現在知道你在哪裡 我跟你講 北美的印第亞人 也知道他自己是印第亞人 但是是誰在統治 北人在統治 台灣人也會知道你是台灣人 又怎麼樣 是不是 所以講究實力的地方 你還要一個什麼 政治上的保護 你知道你是什麼系統 那不太招 不一定人就要給你鼓掌 不一定給你照顧 不一定給你延續後代 還有政治上你要有實力 你也真正是什麼 台灣人 你現在找到了 你是什麼人 有人保護你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你知道辦法接受保護嗎 因為戰爭的結果 你如果不承認 過期台灣人 不承認自己是日本人 再給人認定到現在的程度 想說自己是中國人 再給人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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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承認你是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有什麼差別 美國就要按照戰爭法來執行 不可以叫你去做兵 不可以交你的議員 對不對 你只有承認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你才有享有這個 被占領地人民百姓的福利 不然你是中國人 你回去中國了 那不是 這夠清楚了吧 所以過去說我們鼓勵那時候 美國跟林博士說 你們沒有台灣人 是啊 每一人都拿中華民國 地方政府的身分證 你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沒有一個證件證明你是台灣人 所以我們現在辦的身分證 是要證明這個人 還在過去是被門閉掉 現在我們竊起來 所以跟日本時代的富士臣民拿出來 證明我是本土台灣人 台灣人搞不清楚 想說我說台義我就台灣人 不是 很多中國人也很會說台義 還會比台灣人說的標準 有人說我說客人我客人 笑死人 你都一邊不做 跟國造成的後代 想說自己說什麼議員就變什麼人 什麼閩客卸鬥 你也帶人排 人那邊台裡不散 叫你台灣人去收台 有好笑嗎 結果都是同一種種族人的後代 所以我們認定台灣人的標準 現在是回到法理 法律上的層次 你有這個身分 你就是 是本時代有你的名字 或是你阿公阿祖 有他們的名字 你就是本土台灣人 這是你真正的身分 你也在這個身分裡面接受保護 才有所有的好處 照顧他加入民政府 照顧他當官員 這些條件都符合 你就對了 我們講法理 所以我們民進府跟你說 不是要跟你畫一個大餅 叫你去追求 不是 我們只把歷史上的事實跟你說而已 邏輯推理 用正常的方法來想 思考事情 這樣而已 不需要人狼性跟你騙 都沒有 講得很頻繃直訊 也沒有感情上的訴求 沒有 我在訴諸你的理性 Rational Make sense out of all this chaos 從這些複雜混沌當中 理出個頭緒出來 這樣才對嗎 所以這一家的人是 眼睛經病 所以你知道 叫你生氣生 上完這幾天的課裡面 臉有智慧了 臉 眼睛會發亮的 不會一開始摸 摸摸 過於台灣人是摸摸 不然聽到法理是摸摸 想不開 頭腦不清楚 來 下一張 所以要怎麼樣 回到原點重新出發 解答在這裡 回到哪個原點 戰敗那一點 我們戰敗那點 回到那一點 你才能重新出發 那一點就是 我們戰敗 戰敗地的 大吉普帝國臣民 下一張 好啦 再走 我們時間不夠 再走 好 種族滅絕 好 現在有一個新的名詞照出來 什麼叫做 Genocide 西班牙國家法院 十九號 根據普遍管轄 普遍管轄權原則 對中國前 國家主席江澤民 前國務院總理李鵬等五名 中國前任高官 發出逮捕令 理由是這五個人 涉嫌對西藏犯下 種族滅絕的確刑 這將使得江澤民等人 如果走訪國外 可能遭到逮捕 中國官員強硬回降 哪個國家受理此事 將自取其辱 有膽就來吧 西班牙是不是一個大國 到時候跟中國爬 沒辦法嘛 小國嘛 為什麼對中國人這樣搶聲 中國人的回應很奇怪 好像 柴辣公抓到一樣 好當你來抓 那就奇怪了 照理說中國要做什麼事情 什麼禁運啊 貨物禁運啊 你問東西賣來賣來吃對不對 懲罰才對 結果不是啊 為什麼不是 兩個原因 第一個 西班牙雖然是小國 但是它是歐盟的一份子 中國剛才到這裡 最近不是NATO 北大公園 北大公園組織 它叫集合 會對抗ISIS和Russia 俄羅斯的侵略 你們就知道這個 不然我都說不下去 第一個 西班牙是歐盟的一份子 中國不敢吃 第2個 就真的 你真的做這件事 你弄到了 你真的對西藏做種族滅絕的事 你做什麼事 殺沒有殺那麼多人 但是大量的中國人口 就只要去西藏 要把他藍 要把他滅掉 西藏人要把他滅掉 所以西藏人 達賴媽 海西名帶一頓西藏人 跑去哪裡 印度 跑去印度做什麼 保留種 跟流種 那種要流下去 不然就沒了 以後沒有西藏人 你知道嗎 現在這個世界 不用全部幫你殺光 現在伊斯蘭國 就是要種族滅絕很多族 就是把你的這種人 抬得都沒了 你知道這叫種族滅絕嗎 好像大家都不知道 我在說什麼 所以中國人 真可惡 你知道嗎 一方面他說 熊貓是保慮的 在那裡沒有熊貓 對吧 海西名用全國的力量 去保育熊貓 對吧 讓他自己繁衍 結果你對西藏人 是這樣 你把它滅掉 那就是什麼 hypocrit 偽善者 一方面好像做樣子給你看 熊貓外交 說他對動物有多保育 對人是會滅絕 所以西藏 西班牙人 歐洲人都知道 都知道你在搞什麼鬼 都直接下代不領 你這人剛剛來我們歐洲 我把你抓起來 因為你犯下種族滅絕 這個字很重要 GENOSITE 種族滅絕 不要小看這件事情 種族就是你在政務 以前過於台灣人的北部說 不要嫁給外星人 不要嫁給中國人 對不對 為什麼你知道嗎 那時候大量中國人口一百分 發生什麼事情 這就是種族滅絕 它是強勢的 帶著武器來的 所以全世界人 你可以嫁給美國人 你可以嫁給歐洲人 你可以嫁給日本人 韓國人 跟東南亞都可以 你嫁給非洲人 沒關係 你就是不能嫁給中國人 為什麼 其他國家的人 我不是種族歧視喔 是其他地方的人 對這塊土地沒有野心 不要把你嫁起來 不要把你吃 其他人真的愛你 會跟你結婚 但是你大量中國人來 那就不一樣的意思喔 拜台灣來 M174的後代會不見喔 你現在已經不見一半了嘛 你就想說你自己動國人 我們下一道都試啊 你上一代 你二次都給他抬了 第二代叫你去做兵 第三代 你怎麼來送給他受教育 就是這樣啊 台灣人的政也沒去耶 你怎麼知道嗎 你知道嗎 這事情有多嚴重你怎麼知道 那時候台灣人 最卑微的呼求耶 那是他們可能沒太多 但是那是發自內心裡面 台灣人的老婆 對他的後代 一個基本上的 應該很悲慘的呼求啦 應該是這樣說 下一張 所以 耶 猶太人以前 六百萬人種族共屠殺耶 所以他們就對這件事 非常的重視 你都做一個組織 你看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要防止什麼叫種族屠殺 其中有第五項 possibly transferring children of the group to another group 就是強迫你的小孩子送到給另外一個人去 對方 對方去受教育 這事情對我來講很嚴重 原理人家受到他的教育 你就以為是他那種的人 我們現在就做這件事了 我們人家是不是送去 由中華民國的劉王進行去受教育 接受他的史觀 接受他的語言 那就是做種族滅絕的事 我們現在黑師明明 還有人家去保濕 又送去他的系統去受教育 不怪我們人家都沒有講事情了 都沒有陣我們 我們上面這台 那台是真沒有氣質的 想說中國人比較高興 這就是這樣 台灣人M.E.7的後代 是要叫我們滅掉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還有一家自己大方說 大家族群融合 那麼好 我告訴我 最沒有主要說這件事 就是台灣人 你知道多少人 你們是很多人 對嗎 啊 雞台風 自己沒有幾人 幾人就要請客 結果給我們消滅掉 我跟你說 下一步就是被消滅掉 大家族群融合 在一起和和樂樂樂 不是很好嗎 錯了 你的政要給我們滅掉 你看西藏人 會對他們說這件事 大家族群融合 中國人又來又來又來 我們不是 我們現在就歡迎中國人來 跟你聊 聊到你沒有 以後下一代就沒有人說 我是台灣人 沒有了 從這地球上面消失掉 還沒有警惕 還沒有資格 台灣人不是可能 這個傾斜到 有存在 很慘 來 下一張 還有一個 我告訴你 什麼一個資源回舟人 資源回舟人 什麼 以前 部落跟部落小台 之後要做什麼 照理說 我們盼贏 跟以前人為了什麼 為了資源 土地資源水 在競爭 修台 台獎 贏的一定把輸掉 都台獎了 怕說你會拜 報仇 會報仇 所以要殺光 到我久了 這樣也不對 報仇殺光 我土地變大了 資源變多 還是誰不去種 誰不去種 誰不去種 我就更疲 所以後來他就想一個方法 比較聰明 比較老的 都給你台獎了 比較傻的 剩下老肉婦孺 讓你留下來 繼續在那邊種植 賺錢 時間到我給你抽水 就好了 日人變聰明了 以後的征服者變聰明了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給他取個名字 叫做資源回舟人 資源回舟人 就是本來要做本事 要等到的 現在叫多多來使用 叫資源回舟人 台灣人都是資源回舟人 我們介紹有一個資源回舟 城市叫香港 這樣不是 資源回舟人做什麼事情 每天只知道 吃飯 睡覺 唱歌 跳舞 買咚咚 吃飯 睡覺 唱歌 跳舞 買咚咚 這每一天他煩惱的事情 了解嗎 什麼叫資源回舟人 來 下一個 就是這個 沒有腦的 他沒有效忠對象 頭肌都沾掉的 你有身體 人類所有的功能 他都有 但是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只要支援回舟人 所以香港那時候 就是每天就是 本來英國統治 你就繼續讓其他人 中度來水抽走就拿走了 來中國說 我要收賭回來 你們都是中國統治 中國說這本來就是我們的地方 但是以前江澤民鄧小平說 五兆票馬兆跑 對嗎 對嗎 對於香港人你繼續玩沒關係 那就把資源回舟人來使用 對嗎 結果最近他要收回來 沒有一國兩制 一國一制 他唱中華民國人民解放軍的歌 香港人跳起來 我怎麼要唱這種歌 對吧 要跟他搖 想完了 跟聰明都走 走下去 走到加拿大 走到英國 走到澳洲 沒有辦法就留在那裡 繼續說 有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你本來就是中國人 你回去那裡 理所當然 唱歌 理所當然 沒有幻想 是不是 但是你跑掉這些女人 還是資源回舟人 因為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所以你一群香港人 你就算走到英國 走到澳洲 走到紐西蘭 都一樣 他這種人叫什麼 可以被世界各國所使用的人 你知道什麼叫資源回舟人 大的都可以用 你走到美國 美國幫你用 你也不效忠任何人 你只負責從事製造生產而已 你有人的功能 但是沒有效忠的對象 這叫做資源回舟人 了解嗎 台灣人都是 這種做資源回舟人的使用 所以你叫他來聽這個法律 這不幸福 我明天在上班 我你怎麼會上去補習班 你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加清的問題 下一個 來 這就是 這考慮沒辦法 效忠行為的終極準則是這個 下一個 我不講太深 來 下一個 我們遇到的人很多 這個叫資源回舟人 就是沒有效忠的資源回舟人 你不要小幹操 他們還是非常有組織有效率的 只是他們沒有效忠的對象 這人是比資源回舟人更慘的 接近動物的本性 跟吃錢有關的 他每天只關心吃飯睡覺 還沒有娛樂 還要多多家庭的人 相關的是這種 像日本 香港 發達國家 但是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瞭解齁 這些人可能做事很有效率 上班是一個很好的公司員工 都是喔 可能賺大錢 住地保 開來墨基尼 但是都是這種人 沒有效忠對象 下一張 不講太多 給你們看圖 下一張 送給資源回舟人 生來為奴隸的人 沒有過去沒有未來 沒有史觀不需要傳承 因為奴隸眼中看這人的一生 實在找不出什麼好引以為要值得紀念的事 沒有計畫也沒有未來 奴隸根本不需要計畫未來 奴隸的未來是掌握在主人的手中 沒有主人的同意 連頭都不敢抬起來的奴隸如何往前看 因為手中 雙手捧的那一口飯 就是活下去的理由 所以奴隸們總是告誡他的後代說 想那麼多要做什麼 可以吃 可以好過最實在 小心 如果他眼前地上的那碗收飯拿走 換成是桌上一盤龍蝦海鮮開胃菜 加上一瓶法國香檳酒 他會拼著老命衝過來咬斷你的手 這就是奴隸要做的事情 你把法律跟他講 你把法律跟主堡要求他 但是他沒有在材料回來跟你講 這是台灣人現在的情況 你把法律說 這才是真正台灣人的立場 你的身份 他就欺負你這個人要害 就是這樣 奴隸 誠信 來 下一張 我跟你講 真正在社會裡面 因為這麼多年的戰爭結果 大部分人都是支援回收人 真正的慘令 各位來這邊 還來上課自己付費 表示你們頭腦清楚 你們有判斷是非的能力 不光是判斷是非 你還有執行力 你認為對的事情 你會去走 會去做 你就跟一般人不一樣 你跟外面的人已經區隔開來 法理清楚 有效忠對象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這根教育 我後來發覺這根教育 我上次舉手 有幾個是台大的 有一兩個舉手 我說你們村的跟台大的水準一樣 就是這樣 因為外面真的台大不來的 有比較招 那叫支援回收人 你們真的跟他們的判斷都一樣 我們過去缺財罪而已 因為他的篩選系統有問題 所以我們在他們系統裡面 用淘汰掉 下一張 好啦 再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這個是很有趣的答案 在座各位 你們認為我這一輩子追求的 就是自由 幸福 快樂 請舉手 我自己人追求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自由 幸福 快樂 有的人嗎 有 舉手 OK 好 嗨啊 完蛋了 怎麼說錯呢 我一定要解釋給你們聽為什麼錯 要不然你覺得很尷尬 我想這幾個人 我就追求自由 幸福 錯了啦 我跟你講 自由 幸福 快樂 都不是追求目標 它是副產品 OK 我跟你講為什麼 我講東西要講道理 如果有一個醫生 他說我以追求 我以賺錢為目的 這醫生你敢不敢去看 不敢 因為你明明 你懂我意思嗎 但是如果有醫生說 我以治好病人給他最好的 提供最好的服務 為我的目標 這種醫生你要不要去看 當然要 這種醫生的目標 對了之後就很多病人 對不對 因為病人很多 所以他賺大錢 對不對 這樣就對了 因為他的順序是對的 要不然你 你追求幸福快樂 如果不以建構在這個 東西的順序上面的話 會出亂子 我跟你講 我們追求自由 幸福快樂 絕對不是一個狀 比較像是心靈狀態 對不對 任何人把自由 幸福快樂 當作標準來追求的人 最後一定得不到 你一輩子也不會得到 什麼叫自由 什麼叫自由 你定義出來 就是魔狼罐叫自由嗎 你的自由是什麼 是一種感覺對不對 幸福是什麼 也是感覺 你都在追求感覺 這個當作你人生目標感到 那我跟你講 什麼最快達到這個目標 科藥 你一科藥馬上就有這個感覺 而且很happy 你要維持多久都可以 是不是 因為你不管得到它的過程 如果一個女生說 我這一輩子就追求自由 幸福快樂 所以這個男生看起來好像 可以給我這個自由 幸福快樂 我就嫁給他 嫁完以後沒到幾個月 這個 了然換一個 為了追求自由 幸福快樂 再換一個對象 再結婚 對吧 因為他的目標是這個 你不符合我目標 我就換掉 很簡單 你不符合我追求自由 幸福目標 是我最高的指導原則的話 會這樣子做 結果不是 結婚應該是什麼 兩個人互相相愛 為了未來的一起生活在一起 對不對 便手之處建立一個家庭 爸爸做爸爸該做的事 媽媽做媽媽該做的事 小孩子好好念書 回來以後媽媽或爸爸 煮了一頓豐盛的晚餐 大家坐在餐桌前面 一起享用晚餐 享受自由 幸福快樂的感覺 對不對 這樣對嗎 當我們把每個人 該有的分類的事情 做對的時候 你自然那個 副產品就會進來了 你不可以去追求副產品 把它當做你的人生目標 過去台灣人 就是不管 他只管有沒有用 他不管這個人的事情 對不對 才會產生現在的收水 對吧 什麼衛權 什麼東西 他只以利益為導向 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以前利益做導向 什麼事都做 狗壁倒到的事 都做得出來 台灣人如果以利益做導向 我住地保 我開來不給民 我為什麼要參與民政府 不管他對錯 這事情嚴重了 我現在就過好一季宣 他不管怎麼達到這個東西的 你臉上寫著叫奴隸 你幹嘛享受 怎麼享受法 所以你目標要設定對 你才會享受 真正享受到這個 你追求的東西 自由 幸福 快樂 這個感覺是副產品 不是你人生的目標 不應該追求這個 下一個 這樣知道嗎 我講得合理嗎 所以很多人即使在這個地方 他永遠是努力的階層 你五十萬人上街頭 有比較抓不 一百萬也沒有用 人家永遠是統治階級的 所以秘書講過 最糟糕放一個石頭 放在那邊總統府當總統 他也可以當你總統 我比較傻 放在那裡也會做你總統 為什麼 他是這裡的人 你再怎麼聰明 再怎麼努力 你英文也是努力 你永遠在那邊怎麼上街抗議 改變不了遊戲規則 遊戲規則是人家訂給你的 不是你訂的 台灣人什麼時候訂過遊戲規則 你只有在人家遊戲規則裡面 玩的份 只是玩得好 玩得不好的 你玩不下去就要抗議 抗議還是同樣的遊戲規則 所以我們現在是去顧這個 最上面這個 你給我這邊為什麼 叫這種末流的國家 支那人來給我管 我本來台日本的 你給我照顧 所以我們現在是回到這個階段 不要有這些糟蹋的人糟蹋我們 是這樣的狀況 你應該知道這個 好 下一張 我不講太多 來 再走 再走 這個是你們高級班上的課 來 再走 對 這個你們上一張美國史觀 你們有空去看 自己上完 來 再上一個 美國史觀 你可以到History.state.government去看 下一個 都英文的啦 不好意思 來 下一個 再下一個 所以我今天給你們上課 是在時間上拉長台灣的人事觀 在空間上從不同觀點給你們 在原意氣勢的生存角度 決定觀察角度 就這樣 好 下一張 我只有幾分鐘 我要走很快 過去 1624 我們台灣人在這裡四萬年 四萬年裡面 只有到最近 16多少年 西班牙荷蘭進來 東寧王國 大清帝國 大日本帝國 這樣才把時間軸拉出來 下一張 好 再下一張 過去 大清帝國統治台灣 當殖民地圖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對嗎 為什麼 你不要抵抵 你把他們起伏 所以我們跟你亂 下一張 OK 過去的地圖 右半邊都不是我們的 不是我們的 不是所謂的 大清帝國的領土 你只左半邊 對嗎 後來什麼 正成功降臺灣 對嗎 他的勢力範圍多少 這塊而已 只有這樣而已 結果我們的歷史課本 現在還要多 好像他佔了整台灣 不可能 你當年的預算 你當年編列預算多少 你在某個地方 駐紮了多少個單位 你駐紮單位 是不是要蓋房子 那邊派了多少兵去防守 不可能 你根本沒有那個錢 去付這麼多的 這麼大的一個台灣 沒栽貼 你知道嗎 他真正的勢力範圍 只有這麼大 減台南 減台南 以前過去 這是荷蘭的勢力範圍 這是西班牙的勢力範圍 大都王國 過去我告訴你 為什麼大清帝國很厚 剛好過去有一個 就算是熱蘭遮成日誌 這就是西方國家 做貿易公司來台灣 就已經收集了 所有台灣的資料 包括多少橋 都要有什麼河川路線 長度多少 水深多少 當時的米一斤多少錢 有多少人種 當初有多少語言 他傳教士來聖去翻譯當地的語言 當作聖經 人家一個貿易公司 做的資料搜集就這麼詳細 你號稱正成功站台灣 鎚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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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故事你知道嗎 一支話 一支嘴就要編故事 說正成功站台灣 變一大堆假故事 裡面都沒有實質上的內容 什麼叫實質上的內容 你說那時候有多少橋 你關多少河川 哪時候水過沉 你知道嗎 正成功沒有一項災 裡面有多少人 講多少語言 算有多少管 你有什麼測量嗎 不知道你跟我說你站台灣 所以你過去都有中國人類 被資納人的歷史騙掉了 因為外國人的資料 原比你詳細 人家只是一個貿易公司 就做到這個程度了 你是什麼東西 你來站台灣 大清帝國現在台灣兩八年 要做什麼事情 要說 起床 起床 抽稅 貪污 做這個幾項 村子都沒有做 不給你計算 也不給你照顧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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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稅 貪污 就這幾項而已 掠奪者 你知道嗎 這叫掠奪者 下一張 好啦 我現在給你補充 來 再走 再走 我要補充一些資料 來 坐坐 大日本 帝國 台灣歷史 以前都沒有聽到 我現在給你們看 1895年 你們有沒有學過管理行政方面的人才 有啊 還有社會科的嗎 你們看任何地方 一個新的 什麼東西要做什麼事情 你們看他怎麼做 這個就是地帶種的華山之際 貴太郎 乃木西點 兒育元太郎 後臀新品 照片 我來聽你們聽 1895年第一代總督華山之際 軍政轉民政領台善後 租稅減免預告 地方官制 委任立法制度確定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設置 司法制度確立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 高等法院 警察制度 理販制度 醫院設置阿便制度 教育制度 油變電信實施 定期航路開始 杜良核改正財政金融制度 就稅制改正大阪中立銀行進出 要錢的啦 你要建設的地方要大量的錢 銀行一定會進來 你不可能在那種 你不可能在那裡 第二個 明治總督 1896年 隔一年 第二代總督貴太陽 就開始做這些事情 第三年 第三代總督乃木新年 明治29年 散亂警備法 鴉片漸進制度 鴉片專賣 教育制度擴充 民事訴訟條件 醫院設置 第四代總督 開始什麼 警察私育官養成機關 要養成不是說有營心的造出來 說有司法官有司法官 保甲制度實施 土地水利事業 立即調查大小租權 地方規則 基隆港跟高雄港 那時候開始組港 全島鐵路建設 府立便宜10間 總督府醫學校 要醫生 要醫學院 台灣銀行創立 財政20年計畫 最後要獨立 財政獨立計畫 預定明治38年完成 祭司工會 殘足廢止 唐業政策 神社創建 學校整備 教育會設置 衛生設置 髒腦煙草 戶口調查普及 下一張 看對不對 台灣網名字 你到日文的網站去找 當時帝國議會裡面通過多少錢 到後來日本的議會議員抗議 你怎麼補那麼多錢去台灣 要建設 每年的預算 日本帝國議會的預算 百分之多少 相當高的比例拿來台灣建設 下一張 金額都有 這都可以查 只要你真正在治理一個地方 一定有據 有本有測的 一定會照測 我見識什麼 花多少錢在哪裡 一定要這樣 我們建設台灣 沒有 來 明治39年 第106代 第5代走 佐久間佐馬太 農會 農會設立 內地農業移民 事業開始 台北市接到下水道設置 下水道 1906年 台北市下水道 已經這麼發達了 縱觀線全通 後來日本天皇王楚來的時候 就是做鐵路 從頭坐到屏東 中央研究會 中央研究所開設 化學部 衛生學部 造林 開採 宋山領域 博物館開設 你看 博物館 誰在殖民地蓋博物館 再來大正四年 第6代總督 開設這些東西 中間有個故事 我就跳 因為講太多 那時候皇太子殿下要來台灣 有人寫信 說不要來這裡很亂 錯了 你看看下一張 這時候正義代總督 田建治郎 瞎想 台灣思想是惡化 一陣台灣思想有些惡化 只是一些在東京學生輩 走社會主義的 在台不過素人 客單在多少請社會主義之好 未到危險的地步 一般人民 極其忠實 順良 敢是同仁聖恩 絕無危險之餘 他說台灣那時候很好的 台灣人是忠實 順良 跟大靜靈靈看台灣人 是不是不一樣 現在在那一本人 通敵會跟台灣人民說 忠實 善良 現在在台青會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就很明顯 女生最知道 你對我好我一定好的 我哪幾天有在吵架吵什麼 我日子過得很快 為什麼要吵架 不需要 台灣人也一樣 你給我照顧好色好色 我台灣人也尊實善良 北部去台公一 本時代多好都好 你也沒想到 那真的 去用好的對待 人無法說謊 真的被好的對待 一定會講好話 你給我認定 我認定你喚 就是這樣 別給我非凡不可 我告訴你 去什麼 去廟 求稅 財務 早有一個人 叫做文教堅 我告訴你 出賣台灣這個 你要記得 做什麼事 下一張 我慢慢講 那時候台灣人 台灣的教育水準非常高 本來是大清帝國那時候 沒有失智 不滿錢的一大堆 大部分都是不滿錢的 可是你本來台灣 沒多幾年之後 你知道我們的失智率 水準已經高到78%以上 失智 78%已經接近 大日本帝國的水準 馬上短時間 拉到那個水準 我待會再給你看照片 你知道出國的人有多少 我台灣出國念書 二十萬人 嚇死你 這些是到歐洲去留學的 一九二幾年就到歐洲 歐美國家留學的 那種的台灣人 多有氣質 你們在座目前沒有 我這樣看過去沒有幾個人 穿的衣服比他漂亮 女生 這是法國高級丁製服 你們誰去買高級丁製服 你看他的cutting就跟你不一樣了 你們會看衣服嗎 男生穿的西裝你看看 這叫杜聰明 杜聰明 以前台灣人 杜聰明你知道 沒有人知道 杜聰明 他在照片 這我真的 要假的 念個人比他大學 下一張 我把那時候的同學錄拿出來給你看 哪一年去留學 都有什麼 一九二零年 一直到一九二五年 岩水龍 吳錫元 柯維中 郭馬西 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七年 六年 在Evo Colombia 念神學 我讓他政治化學 經濟 政治醫學 有厲害嗎 這是過去的台灣人 日本時代的台灣人 是這樣的受教育 那是帝國的水準 這裡面有一個 比較可惡就是這個人 黃超勤 他說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就這個 我要你們記得這個歷史人物 他害到台灣人 就這樣 美國人說你是什麼人 我也是中國人 他才把他送給中國去 你看 他是U.O.E.S.P.E. 他在南京政府外交部 你覺得奇怪 他加入南京政府 你是日本人 但是他加入南京政府外交部 表示什麼 我剛才說余孽 反清復明 反日復清 日本在通締 你跑去大清帝國去 還跑去南京政府外交部 那就是來出台灣人 做議長 一路給你發 就是這個人 來 下一張 給我看看 他找歷史 把證據抓出來 就知道了 我們是怎麼去設計掉的 來 下一個 我們看照片好了 再往下走幾張 我們先走幾張 走幾張 再走 這個 這個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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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開始照片了 是不是 那我們就看照片好了 來 以前大清帝國那時候 18 八幾年的時候 來 再來 再走 再走 馬接醫生 1885年來台灣的時候 他住在皇后旅館 那時候的台灣是這樣 烏煙瘴氣 剛才前一枚就叫人 臭蟲咬到沒睡 下一張 在馬接 那時候 來 再來 大清帝國統治200年之後 那時候台灣人平均說明35歲 35歲而已 很快就死了 三個做阿公就死了 因為大部分人牙齒都有問題 都要把人吹起 所以馬接報徒是加拿大人 比斯頓大學畢業唸實生學 來台灣 就替台灣人開設醫院 就現在馬接醫院 那整個系統 就蓋學校 長榮 真理大學 這都他那時候送上去 來 下來 我這裡的照片 我就要先感謝這幾個單位 因為拿人家照片 網路照片 還是要謝謝人家 這幾個 你們也可以上網去看資料 來 下一張 你看 這就是1943年 全台灣小學共有一千零九百 一千零九十九所 這都有數據 這不是現在說的 小學生 你看 千萬三 九十三萬二千五百二十五人 有這個嗎 你看 台灣人的人民的 義務教育普及率百分之七十一 全亞洲只低於日本 以達先進國家之列 哇 1943年 台北帝國大學 電力台灣學術的基礎 日治時代 台灣人留學日本風紀相當勝 1945年統計 曾留學過的台灣人 共計二十萬人之鋪 二十萬人留學 台灣人過去日本時代是這樣 來 再走 再走 我沒有時間講的 再走 我們看照片好了 直接走到照片 時間不太夠 只有十分鐘 來 快 我們照片走快一點 我讓他們跳快才能看的影片 西鄉總道 再走 來 那時候有出草 把人頭剁下來的 高砂族是這樣 所以日本軍官給他教說不行 來 下一個 再來 再走 慢慢再走 今天時間不夠 這個你看 順番料 你看這些高砂族的勇士 手上拿 叮咕叮咕叮咕掛 掛什麼 人頭 人頭 下一張 這個是他們的嘉年玩會 小朋友在那邊很高興 婦女在那邊唱歌 你看他手上 拿的就是人頭 都是人頭 躲起來人頭 來 下一個 大家 來 下一張 高砂族有漂亮嗎 很漂亮的女生 來 下一張 這都是日本軍官 這都是頭目 頭目腳上都是什麼 一顆一顆的人頭 那時候 便不做去用 排3600多顆人頭 一本人三百多顆 OK 下一張 來 走 所以洗錢咕嚕要洗你 下一張 那時候高砂族 在他們員遊會 都殺進學校裡面 很多小孩子都死掉 結果有一些小孩子 日本老師把他唱在糞坑裡面 結束之後很綁出來 所以生還者 其他照片太殘忍 我就不放 下一張 接受教育之後 人就比較文明了 就不會這樣子 來 下一張 接受 高砂族開始接受教育 來 下一張 第八連隊 來 再走 那時候小朋友 開始學畫畫了 有美學的教育 下一張 第八連隊 再走 我們走快一點 飛機 走 再走 你看有漂亮嗎 一陣子 第三國路的女生 多有氣質啊 第三女高女生 日本時代 你看他的名手 穿的衣服 我們現在是倒退走 來 再走 你看過一個日本時代 台北火鐵道旅館 下一張 再走 第一國路上洋財客 裁縫客 下一張 菲律賓戰營 我們劍牙 街上遊行 小朋友 下一張 圓遊會 下一張 台北工會堂 來 下一張 購買局 下一張 對不對 台大醫院 漂亮 下一張 這一張 這一張 這是工會堂的裡面 內裝 你看 西餐都西子 下一張 外裝 裡面大集合會堂 來 下一張 你看 人家餐廳裡面管理多好 我們現在還沒有這個水準 難民來之後 我們真的很害怕 一個餐廳管理都沒有這個 當時日本時代 1920年的水準 上球台 看看經濟的管理規則 來 下一張 三線路 三三樓 快車道 慢車道 中間的重數 下一張 就這樣 華山 華山國小對上南門國小 那時候 不是什麼棒子 什麼民視給人 轉播節目 胡說八道 說棍子打石頭 夠那麼高興 那是難民才會做的事情 我們一本時代就是這樣 有球帽 有球衣 要拿手套 有棒子 每個人都有球 要隊服 要精力 要教練 那是國小對國小之間的比賽 都這樣子 台北市多少 我手邊有兩三百張 各個國小之間對抗賽的照片 不同年齡層 那個高山 那一陣打到日本的夾子園 拿到亞軍 那不是 來 下一張 那一陣水準就是這樣 台北市公車 那一陣就公車 下一張 來 再走 台北車站 再走 超山 再走 建宗的學生 再走 博物館 殖民地蓋博物館 下一張 榮丁 迪化街那邊 不 迪化街那個 衡陽路那邊 來 再走 再走 這不是最近的照片 古咒的照片 再走 再走 來 Live Magazine 照台北 台北市站在附近 你看人家穿的衣服都這樣 再走 中山 明治橋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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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台灣博覽會 來 再走 再走 你看 再走 你看 你那穿衣服都穿很漂亮 再走 台北車站第二期 再走 再走 你看 那一陣大學生 物理系 理工科學生 都在臭部 再走 你看 戴這個帽子 一九二幾年 三幾年 台灣人 喝咖啡抽菸 故作 帥重 再來 再走 你看 中山人裡面 辦國標舞比賽 你看那時候人穿衣服都不認真 這是阿公阿嬤阿祖的那時候穿的衣服 拜託 你不能走 逗退路到這間庭頭 再走 你看穿衣服 你看那個穿的樣子就知道嘛 鞋子 很少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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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我找竹東的鄉下幼稚園 竹東鄉下幼稚園 來 再走 再走 新竹車站 再走 台中公園 再走 台中綠川 再走 台中的俯瞰台中 來 再走 俯瞰台中的那個 他們有都市規劃棋盤式 來 再走 再走 天皇 那時候王楚來台灣的時候 文武百光跟在後面 再走 再走 像台中那個影片準備 來 再走 台中香蕉 你看他們穿的衣服 你們去看那個就好了 來 再走 來 再走 來 再走 來 你看 台中市的那個 你看神社的遊行 來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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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喔 你看 再走 你們觀點會改變 台中周周 來 周廳 那時候蓋多少建築 來 台中周廳 好 再走 台中車站 來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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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看 豐原家鎮女學校 來 再走 來 再走 來 再走 再走 來 那個 那個 不是啦 嘉南大駿在起工的當天 嘉南大駿起工的當天 嘉南大駿起工那天 來 再走 再走 好啦 我們放影片 我們放影片 時間不夠 我們放鴨皮 來 照片 關 不夠看 放影片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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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領土中只有一種熱帯及安熱帯地 台灣的我領友 明月28年4月11日 日本 民主28年6月17日 實證 多少年 拍了影片 新興的台灣 台灣被清朝政府當中畫外荒地 台灣的居民被當作畫外之民 我來請紗有寫人穿的衣服 看多少的消防車配備是什麼 放在美打格栽 地方制度改革的軍事方面都非常完備 台灣總督府 記得你們待會注意路登 路登也是一個先進國家的公司 要電接的東西 路登裸釘 這叫做Infrastructure 基礎建設 台北市的業績 沒有路登配電線 不可能什麼都沒辦法 這跳一下 襯了一個颱風 你不能襯颱風的地方 所在都被挖掉 重新都市計畫建設 可以大清帝國一直通敵 換掉 只留城門 改成三線路 都市計畫 來 再跳 這邊可以繼續 台北周廳 台北周廳 宅人總督府專賣局 專業研究院 台北醫院 腿路部 交通局 腿路部 郵政局 台灣電力公司 他在建設 總督府的價格 好 總督府關頂 哦 總督府以北人的地方 哦 日新造成 過去的舊建武 換掉 近代的文化建築 而 特別是台北市的文化様式 有些改變 有些改變 而且 一般 台灣的文化様式 主要街路 在 大世界 居民 都 任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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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府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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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輪車有計程車,當然還有事工車,計程車在這邊 Taxi 來,銀字橋,第一艘,月圓山的銀字橋 下面是基隆河 台北公會堂 你看博物館,多漂亮 做得很美,Museum 台北放送局每天兩個發音 台機發給一機 植物園 上面這類的 那時候有對照組 有些舊社區還沒有改 那些新的社區 一本人去跟對照 他在大清廟 你看那差很多 差很多 大堂堂一旁 屬是寄給他 但是他的通知 以前的寄給他 中式的廟 他會跟他一樣 他有一個 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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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腳就是這樣 你 好像到中國去的 那種感覺 那個臉青就是這樣 對照以剛剛那個對照主義 強烈的對照主義 這邊再跳一下 來這邊 北斗溫泉 這邊繼續 一直以臺北 臺灣的建設齁 你看不斷的路線 除了溫泉 這都是 LEASURE 休閒的活動 很完善 這是什麼 高爾夫秋場 淡水高爾夫秋場一直都無 一直都無 一直都無人怕高爾夫 是不是帝國 帝國就會有娛樂 正常 日本時代就怕高爾夫了 你看 他建設沒有所謂的便宜地區 全臺灣無解說的用建設 你看路燈 你現在看茶葉的製作過程 你會很驚訝的發現一些事情 你看機械化 不看的人都知道 製造業都知道 機械化 你看生產線 身孔是否要和平衡 許多人在 Spider-Man 他在盛听 沒有解決 他在盛看 美國 逆 有 他在盛看 他在盛看 就是台灣的小金箍子 你看台中的 你看多漂亮 你看多漂亮 台中的綠川 你看路燈多少 祝生前として緑川、柳川の清流を擁し 柳を拝した台中市は静かに美しく 台湾の京都の省があります 台中沢駅 台中沢駅 梅宗公園 市に色々の果物を生産するに恵まれております 素材果実は実に30種に上り 山岳もまた2000万円に達しておりで 周囲の緑の山を写し 常に文壁の色を称えております 主要は電気を発電し 台湾各地に送電されております 台湾電力 準備了相當的充配 基礎建設就是這個 台湾の電波力 南北の経済 台湾の経済 文化の進展は 台湾最大唯一の動力供給地から 基礎建設 先進の 台南市は 後期2200年代 台湾は submitted 台湾 武将と ker 資金 財産 ワーディス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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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再跳一下 再跳一下 再跳一下 再跳 再跳到堂場 OK 踢一下看一下堂場 剛才那次是木材事業 你看他的工廠的建設 鐵道的配置 運輸出來 但是在這段時間 政策委員的努力 真是涼狂的 智唐業在日本的時候 建立了很好的組織 你看那工廠的製作跟配置 屏東工廠 是 砂糖的消費率 即是 一人當中的砂糖 哪個砂糖的砂糖 是 知道 所以 文明人的大家 來笑一跳一下 你看 當時的 製作不是叫人力 也不是叫女王 機械化 全部機械化 本來有機械化 以前 以前 一人当たり5km に過ぎなかった 今日 文化 程度 も進 砂糖 原料 成果 練乳 缶詰 建範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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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倍以上に增加 一人当たり13km 日本の砂糖消費高 は ここ10年間に平均70万ピクル 增加してまいりましたが その上 気候が熱帯であるがために 衣類も多くいらず 所食をしても パラ金券除菊一方でありますから 内地の百姓に比べると 台湾の農夫が 羨ましいほど有利な立場にあるわけであります はい 工場に 聖刀の第一関門で 使用絞り取られ 絞りかすなわち バカスはそのまま ボイラーの 窯に入って燃料となるのであります 糖蜜からアルコールが作られます 工場の配置 工場に走来走去的人 の様子 これからも 無水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は 政党会社が犠牲を払って 国家の燃料国策に 循環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 一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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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試験所では 簡単に促進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 我国の燃料地球持続の国策に 台湾の 政党会社は 一大貢献をなさんと準備中であります 做實驗 然後他們在 實驗室裏面穿着衣服 都規矩了 正六的動作 正六的動作 正在看另外一個時代的動作 現在的 こちらに アナウン 15万戎 甲水 アナウン アナウン 增收年額到240萬 來再走 現在在高雄 你看看那個港口怎麼弄 火車那邊跳過 好你看 以前怎麼到船上是怎麼運上去的 已經是這樣了 來再走 再跳一下 再跳 那時候高雄港跟基隆港都弄好了 再走 這是船業 來再走 你看這個工廠 高雄工廠 你看在沿路蓋過去的工廠多整齊 工廠沒得亂起的 排放的高雄桌廳 好再走 他在 好像在日本一樣 來 內地到基隆 內地是不是很好 神戶三昼夜 靠北 內台定期航路 潮花扮 台灣 南方開發 國策指名 追考機関 新建立 台湾 託職 外社 移民消息 南方 南方開發 國策指名 追考機関 新建立 國策指名 追考機関 這個媽媽帶小朋友 你看那個小孩子穿的衣服 你注意一下 那天有無線電話 電訊 立下電來 台體電來 美機定期 對 一台無線電 兩分鐘 一分鐘是一個 中心大阪直鋼台北 對 台北的間 僅僅一日的聯絡 短縮 內地和台灣 常常接 産業和経済 南進 國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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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跳一下 好 那些高砂組 有大學生 專科學校畢業學生 有當警察老師 都有很多 所以整個教育水準 提高起來 好 好 我今天上到這邊 好 下課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